去叙利亚消息报道,日前一架无名无人机,再次靠近俄军麦米母空军基地,但是一反常态的是俄军此次没有继续隐藏实力,基地内部防空导弹瞬间锁定,给了无人机致命一击。 据悉,此架无人机在距离俄军基地,非常远的地方被吓毁,看来此次俄军是洞云阁了,即使一架小小的无人机都非常重视,当然,俄军并不是在小题大做。 在此之前,已经发生或竖起俄军基地被恐怖犯死已经判军偷袭的事件,俄军也分别使用不同态度应对,但是如今来看对于无人机袭击,就不应该隐藏实力。 此次导弹的强势出击,也却是报了先前俄军基地律袭的一件之仇,相信往后俄军再也不会律袭,值得一击的是此次俄军出动击落对方无人机的正式开下防空系统。 众所周知,这是先前在叙利亚战场上获得全场最佳的防空系统,在面临美国以及西方的上百枚导弹,台甲防空系统力挽狂澜,减少叙利亚不少损失,从而也将外界目光再次聚焦,到这款优秀的防空系统上。 据专家了解,台甲防空系统实际上和俄军通古斯卡防空系统有很大相同之处,就连面试年代也非常接近,尽管不是目前最先进防空系统, 却能够给使用者带来最大利益,也有部分人认为台甲的面试,就是用来代替通古斯卡,毕竟两者从性能上如此相向,但其实不然。 相比较下,通古斯卡功能并不是多样化,但是跟踪雷达倒是极好的,而台甲更加注重电子设备以及火力,所以这两者似乎更能够形成互补关系,自然不存在替代,况且俄军期间为绝,还同时在使用这两款防空系统。 只不过因为叙利亚的原因,台甲似乎更加为人所知,另外,俄军所掌握的防空系统还有相当一部分,以上所提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, 但如果敌方始终是不能收点锋芒,相信在今后,俄罗斯一定不会再继续隐藏实力,一一让他们感受到军事力量的存在。 这并不是威严总清,叙利亚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,俄军定会全力以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